大家好,我是鱷魚眼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崩壞星窮鐵道 2.5新增攻追 新虛構蓄勢buff提前看 追擊隊直接起飛 崩鐵,黃泉陪跑白毛大C 三女角色擊爆卡池 流銀直接起飛 新鐵2.4卡池 已經確定了下來 就等著上線了 現在開拓者比較關心的就是 後續卡池的安排 也就是2.5這一神秘卡池的面紗 可以說本次卡池強度 就是一個超給力的安排 飛鞘、黃泉、真理、凌莎 這樣的安排玩家是否感到滿意 黃泉插隊復刻 直接頂替了花火 飛鞘是一個白毛少女形象 可以說黃泉這一復刻 就是為了讓不少玩家輸出 提升一個檔次 通過解報中提到了 在2.5版本中 末日幻影玩法中 弱點是風、雷、虛速這三個 直接就鎖定了黃泉復刻 加上時間安排也差不多了 飛鞘還是非常期待 然後就是劉盈的隊友 五星擊破乃凌莎要來了 據說凌莎是一個蛇尾人生的外觀 但到遊戲中 肯定會以人形象和大家見面 近期超擊破體系真太好用了 很多副本之前打起來非常吃力 現在直接很輕鬆拿捏 劉盈目前熱度還不減 都等著售貨隊友能夠直接早點上線 一個純五星隊伍行程也比較有面子 早期提到 在整個皮諾康尼版本中將會有兩個大西 分別是黃泉和飛鞘 但中途殺出個劉盈這一黑馬選手 玩家將他們並程輸出三幻神 就等2.5卡池上線後 比較下這三位角色的實力能如何 不出所料的話 低筋劉盈更勝一籌 高筋飛鞘和黃泉更好點 不過在前瞻沒出來之前 一切角色安排都會反轉的 直接以官方為主 小到消息主打 就是一個解解殘途意樂 根據卡池時間卡池 翡翠將會在7月10日登場 這就意味著我們的劉盈卡池 馬上就要到期 還未抽取到的開拓者可要抓緊時間 7月5日 全新活動上線 全新活動新芒術便來了 12點開啟 每日更新一個關卡 總共8關 完成挑戰後 總共可獲得500新窮 新虛構蓄勢即將上線 按照三個深淵的排序規律 全新的虛構蓄勢 向必虛造 即將更新 即使日期 為7月8日到8月19日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相關的BUFF和BOSS情況 怪誕翼文 我方發動最佳攻擊 攻擊敵方目標後 根據本次攻擊的目標數量 為怪誕翼文 充能 當充能達到10.0.10 對隨機敵方目標 造成10.0次固定數值的傷害 可選BUFF 篡改 觸發怪誕翼文 效果需要的充能點數 減少4.0 造成的傷害次數 增加4.0 妄言 我方角色施放終結劑時 造成的傷害 提高30.0% 且施放終結劑後 可令怪誕翼文 額外獲得2.0點充能 誇大 我方角色攻擊敵方目標後 可令怪誕翼文 額外獲得1.0點充能 本期BOSS一覽 整體血量 呈現下降的趨勢 玩家可以根據BOSS情況 提前培養失配角色 有關2.5版本的光追 目前只翻出了一個 五星光追 裝備者施放攻擊後 自身獲得一層增益 持續一回合 裝備者持有增益時 每層使我方全體 獲得固定數值的速度提升 裝備者的擊破特攻 大於某定值時 每層增益 會給予更強的速度提升 下降